控制血糖更能有效延缓糖尿病相关病发症 如果使用口服药 仍然有口渴 尿多 体重减轻等症状 就会建议更积极的控糖治疗哦 还真的是听别人说 不如听医生说耶 我是永和更新医院 骨骑症医师 控糖不迟疑 安心一定赢 台湾赛诺飞 关心您的血糖健康 大家一起来 Ecount ERP 1500 会计管理 Ecount ERP 1500 库存管理 Ecount ERP 1500 相抢管理 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 一看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税只要1500 Ecount 声势各个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听到没有 有没有去电影院啊 最近有三部强片 这三部强片 大家都听变 这个阿汤哥被巴比了 这个阿汤哥的 Mission is possible 不可能任务的最新一集 居然呢 这个三天五天票房 输给巴比输很多 然后呢 还输给了这个 澳本海默 现在目前呢 大家讲说呢 叫做巴比海默 美国媒体说 叫做巴比海默 因为这两片 居然超越了 这个Mission impossible 我看到了数据说呢 Mission is possible 好像三天票房 是5000万美金 事实上其实已经不错了 可是呢 这个巴比的票房 说三天 达到了1.5亿美金 澳本海默说 有8000万美金 这个美国的票房 那巴比的票房 现在是美国电影院 上周末 成功夺下 史上第四强的 周末票房的电影 这个阿汤哥 真的巴比了吗 其实我有去看 Mission impossible 我还没去看了 巴比跟那个 奥本海默 我觉得 Mission is possible 最新这一集 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 哇 从头到尾 很精彩 而且呢 好好笑 尤其是那个 那一段 那个小 小黄菲亚特那一段 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那一段真的是笑凡 那黄色的菲亚特 好 那个追逐战 我觉得两个女主角 演的也很棒 整个片子也蛮感人的 其中有一段 跟那个国际货币基因会 还有蛮有关系的 因为 那个Mission impossible 他们那三人组 不是叫做IMF吗 Mission impossible force 就简称IMF 结果呢 那个美国那几个官员 然后在对话的时候 那个中情局局长讲 Mission impossible 讲说那个IMF 结果呢 那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还讲说 啊 IMF是那个 International Meri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因会 刚刚好一模一样 那个IMF 很妙啊 蛮好笑 它里面有些梗 蛮不错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 真的看了觉得很爽 好 那赶快来请教 这个爽片 我们也要看一下爽谷嘛 对不对 我们担心请教 台湾金融培训协会的 林昌星理事长 昌星你好 呃 老大哥好 大家晚安 好 昌星这三片有去看吗 有 我有看Mission impossible 奥本海默应该这个礼拜 会去看 会去看 哦 那个诺兰的电影 一定要看一下的 对不对 对 诺兰的电影就是好看 诺兰的电影 基本上是比阿汤哥这一部更长 听说要三个小时 所以可能不太能喝饮料 那中途我可能 那去上厕所就断掉 我没有上哦 阿汤哥也很长哦 两个小时四十分钟哦 对 对也接近快要三小时 因为太精彩了 你根本没有时间 要去上厕所 对对对 好 我们今天不是来聊电影了 我们趕快来看一下 这个 这礼拜联准会 最新的利率会议 那个你觉得会对股市 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其实应该还是会回到财报面 因为你现在今天是礼拜一 今天是7月24号 基本上应该就是升一码 的几率应该吧 99 所以大概是没有什么悬念 那主要是说升息之后 现在FED Watch看到的指数都是说 9月份应该不会升 那11月份以后升息的几率 大概就是三期开 那这样的一个角度 有可能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的升息 那这一次的最后是升息的话 基本上 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来说 已经反应过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 整个CPI能不能降下来 企业财报开起来 有没有如期的反应 甚至于超预期 我觉得下半年应该是 回到企业财报 那升息的这个议题 应该是到今年 应该就会结束 好 那结束之后 利率高档 看起来一直会停留到 至少明年第一季 对不对 对没错 应该短期就降不下来 所以我们先讲一个概念 其实蛮多的朋友在问我就说 那么如果买进的是这种债券ETF 应该怎么办 我说老实话 不怎么办 就是你买债券ETF的内容 不是说等它快速涨 应该还是要等降息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应该是买进高股息的公司债 而不要高债息的公司债 而不要去堵美国公债 美国公债的反弹 我觉得应该会在12月份以后才会大涨 应该现在的话 还是以领袭为主 我看一些投行的报告 包括大陆券商的报告都说 他们预期 今年第四季 美国公债值率应该会加速往下走 代表说第四季 美国公债价格有机会明显的往上升 但是大概第四季 现在目前一般法人的看法 那现在你就放了领袭 其实也没什么赔 也没什么赚 应该是说反过 应该反过来 我跟大家讲 就说它也跌不到哪里去了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有债券ETF 反而不要在这时候砍掉去买AI 债券ETF虽然不会涨 但是你现在其实已经在阻底了 所以反而这个时候应该是要等 而不要砍掉去追高档的股票 没有AI真的BI吗 BI吗 应该是没BI 我觉得风水轮流转 大家真的不要 不要是我太一样 可是你不追AI 其他股票都不行 真的就这些广达伟创 什么音乐达技嘉 秦晨这些股票 双红七红就这些 就在那边演 每天在演 人家阿汤哥电影也是在演AI 那个 对阿汤哥电影也是AI 大魔王也是AI 存在体 有没有 对不对 你看人家电影几年前拍的 就已经开始把AI概念浓进来了 拍得多好 是啊 所以说AI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不过 我说老实话 今天如果真的讲AI 我只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 真的有两个概念 真的要很小心 第一个就是说 本益比如果已经超过过去三年的高点 比如说以前本益比大概10倍 现在成本比40倍的时候 那AI已经说完没进来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 那这个东西你现在要不要投 第二个概念比较少人讲 我今天一定要特别跟大家讲 就是高股息概念股 高股息ETF 买了很多的AI 可是如果当这些AI 它不是高股息成分股的时候 要不要被反手剔除 如果反手剔除的时候 会不会有雪球效益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思考 那00900就开第一枪了 对啊 就是这样 大家知道00900把伪创剔除 我这不想讲那么明 00900规模也不小 300多亿啊 他要把伪创剔掉 00878 然后0056 我觉得都会调整成分 那只是先后的顺序 会吗 你觉得他们会把伪创剔掉吗 是啊 没错 所以说 接下来我觉得我去看伪创广达 他们的殖利率 也许到了 接下来要计算的时候 基本上他的殖利率 应该都5%不到 那被剔掉的机会 应该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 会是后面 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大家应该要 有这个风险 因为00900确实 就把伪创剔出去了 没错 那广达 已经出来他的EPS 这个6月每股赚1块 今年公布自节 6月税后存益是38.66亿 叫去年同期持平 每股赚1元 那6月的营收是901.77亿 年减27% 税前盈余是59.91亿 年减7% 税后存益 38.66亿 叫去年同期持平 虽然说 税前是年减 但税后 是持平的 那广达第一季营收是 2661.8亿 年减12% 那第一季的税后存益 是64.74亿 年减4% 今年第一季的EPS 是1.68元 那广达 今天的市值 我跟各位报告 因为他今天收涨停 广达的市值 已经抽出了 中华电 广达现在目前的市值 今天收盘是 9598亿 将近一兆 广达市值快到一兆 中华电的市值 还不到9000亿 另外台达电的市值 9300亿被广达追上 所以广达正式做上台股 第四大全职股 广达正式做上 第四大全职股 是今天最新的发展 提供大家参考 真的很猛 对 非常的猛 非常猛 这赚一块 一个月赚一块 所以说 说真的 你可以说 不要去追他 可是千万不要去放空 上个礼拜 营业达也很弱 可是今天也是拉到 最高 所以我就投票 你可以说真的太贵了 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完 或是继续走 所以不要去放空它 不然我听到朋友都是在借券要回补 真的吗 很多人去放空 应该不是说很多人 就有去放空的都要回补 那就巴比了 真的巴比了 去放空广达 违壮的人都巴比了 借券要回补 这是很惨 对 没错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觉得它贵 像我觉得它贵我不买它了 可是不会去放空它 因为它可能还是继续嘎空 那所以我觉得操作上 你还是要有些取舍 因为这个地方 我说真的 本益比真的也比较高了 你这边短线投资可以 长线我觉得不是好的买点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被AI冲乎你的头 你要冲一冲可以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的这些当冲的占比 已经到达四成二 所以现在的股市很多都在当冲 那当冲是可以 但是如果要做长期投资的话 我认为应该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好啦 这个真的 你要放空这些强势股 你知道看到它第一支跌停板 锁住你再说了 对 它出现了第一根跌停板锁住 没有打开你再说了 你看到像华福嘛 中兴店 对啊 就连续了 对没错 华福到底怎么回事啊 今天在跌停 今天又跌停 又够惨了 这也是够惨的一档 人家是长得很惨 它是跌得很惨了 哇这个华福已经出现违约交割 跟中兴店一样 对 然后跟中兴店一样 中兴店也是跌 上礼拜中兴店指纹 今天又是跌 所以我觉得高档 还是有价格过高回跌的风险 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地方 真的还是要特别留意 应该要风险跟利润量比 好 华福一开盘就没多久跌停板 大家知道吗 它从183跌到今天 存111块半 哇真的是好惨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哇你骑舌真好耶 因为我都喝盛昌之药的 本草官系列汉茶 我们再开了喔 我重练一次好不好 我重练一次 我换一个网路 这网路好像怪怪的 我画面先给阮大哥 好你先开啊 我退出去喔 OK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趁那个 五六跟八七八剃除 剃除尾创之前把那个 稍微获利一点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剃啊 这种东西很难讲 到底什么 是他调整之前要注意吗 调整成分子之前要注意吗 这个要去打听 他们会不会剃 这个要去打听 00900是真的剃了啊 可以啊 我又没有问到什么 不能剃 好这试试看喔 应该 雇方他选高息30 就是00900 他追究 上市贵高息30指数 那在这个上周最新成分股调整嘛 18号排到最小 等于说呢 大换档 30档更换27档 30档更换27档喔 那他剃除掉 这27档更换 其中有一档 这个大家 这个最瞩目的 就是伟创 他把伟创 批出了这个 是所谓的 上市贵高息30指数 对 没错 98新闻台 FM98.1财经 一路发 我是蓝木华 00900啊 就是富邦特选高息30啊 他追踪的 Benchmark是上市贵高息 高股息30指数 这些指数啊 都是台湾指数公司编制了 那因为最新成分股调整在18号盘后生肖 他就整个30档 太换掉27档 那其中呢 最主要两档 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呢 他把这个伟创跟技嘉 踢掉 把他剔除掉 但是他剔除18号 他就已经 这个更换个股完毕了嘛 18号盘后生肖嘛 他的个股调整已经完毕了嘛 那你看18号到现在 伟创跟技嘉是继续涨啊 继续涨啊 那原大自营部把这个广达卖了一堆之后呢 也是继续涨啊 对不对 好啦 所以你真的讲说 这个 这些这些 法人的卖压 好像对这些股票都无动于衷 是真的是长期会这样的吗 我觉得但后面还是会有影响 只是说那短时间 他们真的太热了 那我们换一下这个话题 回到就是美股 美股呢 上周其实表现不好 大家看到 纳薩克指数啦 道琼啦 其实呢在上周五 基本上他们都是出现了一个回跌的状况 另外呢 特斯拉 连续两天的下跌 财报后发布那天跌10%嘛 隔一天又再继续跌 那另外网飞也是一样 台积电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财报发布之后 科技股都下跌 那这个礼拜呢 美国的重量级科技股 有Meta 有谷歌 有微软 这三档要发布财报 那创新怎么看美股 美股似乎感觉起来 有一点受到这个财报 不佳的压力的影响 对 而且我觉得受到科技股 其实都是财报公布之后 都是下跌 所以 其实今年 我一直在看 科技股其实是今年涨幅最大的 所以它的敏感性也最高 所以现在一旦公布出来 不如预期 或是说比预期差一点点 它就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跌幅 比如说像上个礼拜 基本上大部分的 包含Media也跌 那整个都是跌势比较重 所以我觉得 以这样的角度来讲 其实台湾今天的股票 也是AI涨而已 其实大部分的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电子股 都是一个比较弱势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观察的重点 就是在于说 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科技股 第一季第二季 涨很多的状况之下 搞不好 其实接下来的下半年 我们观察到 道琼今年算上半年没涨到 那是不是有道琼补涨的机会存在 那包含有一些所谓的 我们说的消费性板块 还有一些周期性板块 其实今年都没有涨到 那巴菲特不是喜欢买能源吗 那今年又买了很多能源商品 我觉得其实反过来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许下半年度 可能科技类股休息一下 那这些非电 或是消费类股的板块 可能就会一军突起 反正这个时候我觉得 科技类股真的要小心 因为它的本益比 真的相对的比较高了 好 确实有这样的状况 你看到纳查克指数 周四周五连跌两天 道琼是连十涨 连续涨了十个交易 是六年来最长的上升的周期 那辉达股价也出现连三跌 另外呢美元反弹 创下了大概 差不多全周涨一%多吧 是两个月来最大的周升幅 那另外金价也连涨三周 那因为上周五 是纳查克100指数调整权重 以及呢就是有这个股指啊 还有股票 他们的期权合约到期 有2.4兆美金的期权到期 所以也影响了股市了 所以看到在上周五 纳查克指数是 当天是跌了0.22%的幅度 标普涨0.03% 道琼小涨0.01% 这个废半指呢是涨1.3% 也就废半指算上周五 表现比较好 不过全周废半是跌了1% 另外纳指全周也小跌 那标普全周是小涨 那道琼呢是涨最多的 全周涨了2% 那刚刚昌星讲 一些周期性的股票 跟一些消费板块 确实表现不错 比如说像是J&J 那个强生 上周一周涨6% 联合健康在发布财报之后 也是持续往上走高 所以你发现道琼他 其实有往这个银行股涨 金融股涨 也有往这个消费板块涨了 一个味道 所以说我觉得提醒大家一个重点 就是说 当然了 我再次强调AI真的是很热 你手上没有AI好像不行 可是如果说你是一个 所谓的 类似高低机器的投资的话 我觉得其实 像刚才阮大哥讲的 J&J 甚至我去观察 包含WARM他在高档 那包含在FEDEX 就是联邦快递 他近期 也是一个月来涨得蛮多的 所以 我觉得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消费板块 可能开始在快速的轮动 那对应回台湾 我觉得啦 其实两个概念可以去看 就是说 假设是你跟巴菲特要押注的 那巴菲特 那当然就押注能源股 可是你台湾的能源股 拜托不要去买台素四宝 台素四宝 这点点得很惨 他算下游 那如果要上游的话 我认为 就是类似种 所谓气垫共生的 台气垫这一类的 可能他相对来说 也慢慢填习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大家没有观察到 假设是钢铁类的 其实美国钢铁指数 其实也都不安强的 那对应到台湾 那台湾投资美国 比较多可能就是在大成钢 那钢铁的部分 我认为台湾也还没动到 那这两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 慢慢来做观察 嗯 今天 钢铁股大部分都上涨 中钢有涨 涨了0.15元 涨幅0.5% 另外你刚刚讲的大成钢 涨一毛涨幅0.2% 另外还有就是食品股 最近也走势比较强 食品 食品只收盘涨了0.26% 统一上涨 然后另外浦峰上涨 还有艾滋味 艾滋味今天很强 他是大量股 上个礼拜是大成很强 大成上个礼拜是有往上冲 大成涨到快60了 今天收平 上周一路往上冲 最高有冲到60 他6月下旬的时候股价才51块 等于说也有涨了20%上来 为什么会涨 最近听说俄罗斯退出黑海协议 好像小麦价格 量价有在往上升 对这些食品股是不是有一些利多助攻 是 我觉得是 而且现在就变成说是极端的气候 那极端的气候状况下 其实上一波就是整个的这些价格 黄小玉他都涨一波 现在虽然回跌 可是大家看到现在天气是热的 越热冷的越冷 所以今年度我觉得基期相对低的 可能就是相对这些所谓的原物料的概念 我觉得今年都还没涨到 那虽然他不会像乌俄战争那时候涨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在这边 周期性板块 就是会有那些补库存 或是原物料价格往上调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觉得反过来 是你跟AI这些做一个翘翘板的部分 可以来做一些平衡性的一个部分 好 那这个礼拜蛮多重要事项 包括刚刚讲联总会的议席会议 还有就是美国三个科技巨头的财报 另外美国也要公布PC 在7月28号周末的时候公布6月的PC 另外还要公布7月的密大的消费信心 那7月27号有ECB的议席会议 欧洲央行也要开会 那另外在美国要公布第二季的GDP 还有6月的耐久财 那同时当天有Intel的财报 那24号专最重要就是FED 这个议席会议的结果 Meta的财报当天有公布 Google的财报也是在7月26号 Google财报是7月26号 那7月26号有美国的6月新屋销售 还有Google的财报 24号就是我们刚刚讲FED 跟Meta的财报 那这些财报展望哪一家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搞不好是Google吧 Google的财报通常没有太差 过去的经验都不会太差 对 而且如果老大哥你刚才提的这些财报跟数据 我觉得我会比较关注的是PCE 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说通膨能不能认真认下来 其实对于联组会来关注 也是关注说这些PC或是核心PCE 就个人消费指数 有没有真认下来 那如果说真的确认下来的话 那联组会也许这次升息之后 他就会观察说 那这个升息的循环到这里就踩一个煞车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观察 第二个是观察所会卸下来的通膨指数 通膨指数假如控住的话 整个市场我觉得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有稳定的机会 PC看起来会下来 因为CPI已经先下来了 对 所以他这个也是6月 所以基本上也是应对到去年的高级期 所以感觉起来这个礼拜下半周公布的PC 应该不会太差了 只是说7月的后面就很难讲 因为高级期的因素就消失了 对 所以说接下来的8月 我觉得公布7月的话才是一个挑战 不过现在看到 你看我们现在在录音的当下 其实原油又往上涨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 低基期的它容易往上涨 所以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周期性板块 它相对的位阶比较低 那容易往上涨 那看起来下半年的这个经济景气 还不错的状况下 那可能能源概念股 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那钢铁的部分我觉得如果有基建 或者说有这种重建概念的话 也许都会跟这些现在的电子股 走一个不一样的路线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避险 好 就AV 就买一些高级期的买自己去 那联发科礼拜五的法说值得期待吗 我觉得没有期待没有伤害 没有期待没有伤害 说得好 因为对于消费型电子来说 尤其是手机端的 看起来还是一样 应该是上半年不好 那下半年有没有机会做回温 现在看起来是PC先回温 手机是还没有回温 所以我觉得手机的话可能还要等到Q3 那Q3或Q4 现在的话看起来应该还没有好 联发科的财报之外 这礼拜还有联电 友达 星星也在7月26号 这三家 7月28号 光宝科联发科创意 这都是重量级的 然后7月25号有望虹超风 智原历程 最近智原的股价也是被翻了 真的智原也是超猛的 最近股价涨了也是真的超猛 跟AI相关就很强 那你就像这些跟这个成熟制程 或是说比较比较14奈米的28奈米的 其实最近就比较惨 所以我建议大家 還是避开中国要切入的 切入说我们比较强势的 那我觉得先进制程 谢谢昌星 大家一起来 请不认务 等一会 编曲 谢谢 你